台湾駐立陶宛代表处上星期正式运作,引起中方强烈不满和验证抗议。 在北京外交部星期日宣布,决定将中立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。 批评立陶宛不顾中方验证抗议和反复交涉, 说有关做法是公然在国际上制造一中一台,形容是恶劣先例。 背弃立方在两国建立公布所作政治承诺, 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,粗暴干涉中国内政。 外交部说,鉴于中立乃以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政治基础,遭到立方破坏。 中方为了维护自己的主权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, 不得不将中立两国外交关系降级。 立陶宛政府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, 敦促立方立即纠正错误。 北京同时证告台方,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, 企图协洋自重,搞政治操弄,最终必将是死路一条。 有线电视记者国斯雅报道。